我的問題比較簡單 就是說今天因為很多人裡面沒有辦法來 可能趕不來 那是今天的所有的簡報 那個會議進入 以照上次柯士郎主持的會議 那麼放在網路上公開 讓大家關心的裡面知道這件事 謝謝 好 謝謝 柯先生剛剛指教的部分我們會照辦 把今天的簡報資料 我們會在我們的局網上面做公開 然後歡迎各位去檢視 再來是詩文玄詩小姐 不好意思喔因為這個問題真的很專業 可是我覺得更厲害的專業應該就是 就是這樣不懂的人都聽得懂 那這也是開說明會的一個最主要的意義 那就是我想其實剛剛有很多的黎明 為什麼提出很對你們來說好像聽起來都一直重複 好像在鬼打牆的問題就是因為你們沒有說 讓我們聽得懂 那就第一個我一個一個來講好了 就是第一個就那個磚孔位的選擇這件事情 剛剛雖然科長很清楚的一直重複說 我們就是採軍部的方式 可是 這個小妹 我有一點很不了解就是 這一點像我們在做那個問卷調查 那問卷調查 我們全世界人口這麼多 那你怎麼去 譬如說針對一個什麼樣的主題 那你總是 我相信在一些傷害研究方法一定有 就是說可不可以這部分 跟我們仔細再說明一下 那你今天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所以你會在挑選什麼樣的X軸跟Y軸的地方去設定 多少幾個是50公尺深 幾個是100公尺深 那這些深度它所代表的意涵 那有可能100公尺深它測不到什麼 可能在101公尺就發現那怎麼辦 那當然因為我們就是不懂嘛 所以我們就會問很多 那還有就是你這邊所設計出來的這幾個孔位 好像 的確好像是看起來有點像軍部 那可是它可以就是 假設說跟我們這個所謂的問卷調查這樣講好了 假設通常我們如果說選這個樣本 那有可能我們就說好 那我總共我希望 這個能夠代表的名義 可能我要找出1000位 那可能在統計學上面 它才足夠有一個稱為這個可以代表所謂母體 或者是它有一個可判定的 那這個20個孔位 這個數字是又怎麼來 那我相信這麼專業的東西如果要得標 這些相關的東西應該會寫得很清楚 那也不要因為說我們聽不懂 覺得我們聽不懂就不講了 那為什麼這一次會問得這麼仔細 因為剛剛那個江小姐也有提到 上一次的說明會我覺得我們好像都被擺了一道 就是我們很想要聽到底施作的方法是什麼 結果上次的說明會幾乎就是呼嚕呼嚕然後就講過去了 然後只說我們會用咬的 好然後不會造成太大的震動 好那我們就買單了 結果事實上呢 嚇死了 住在那邊 真的 我真的很希望 雖然剛剛說好像人的一個手臂 那個什麼30公斤下來 不會有什麼 20個 那我不知道會造成怎麼樣 對 那就是這種震動感 你知道嗎 那時候都已經產生有點錯覺 住在沒在震的時候 我都以為在震 真的有震的時候我無感了 你知道已經會變成這樣子了 真的 就是你不是坐在那裡的人 不太能夠理解那樣子的頻率 對我們造成的一種 對 而且你知道那是幾個月下來 好 好 那 剛剛有就是針對這個孔位 的個數的選擇 孔位還有這個個數的選擇 然後你怎麼樣就能夠告訴我們 它就是代表這一塊地的整體 好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很重要 第二點就是驗收標準 我覺得上一次我們也是在這裡 被擺了很大的道 那剛剛有人講到說 啊怎麼好像 怎麼 我們施工完測開了 然後我們就看到樹死了 然後什麼什麼 就跟大家當初預期的不一樣 其實老實說 還有一些很細節的就是 為什麼在說明會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上次 我們居民都忘了 請我們的都發局 要跟我們講清楚 我們的驗收標準到底是什麼 那上一次感覺 好像所謂的驗收 這個 就等於是拆除工程 所謂的驗收 那當然就是 整個東西又拆光嘛 就我們沒想到 好 連樹都死了 然後 甚至 當然 反應後來有改善了 就是說那個 樹穴 還被水 那個什麼 柏油給 給埋了 那後來好像有稍微把它打開 那這個很謝謝 那只是說有些傷害 真的就造成了 那這個驗收標準 那我再舉個例子 譬如說 好 他把平宅給拆了 那拆了 請問他拆到多少 叫拆完了 是只有地上物 那地下的那些地基有沒有要拆 好 當時都沒有講清楚 結果我們住在那裡的 真的就看到了 就是 因為那時候大概為了 怕那個什麼圍籬會倒或什麼的 所以其實最後都有留 一層 然後是最後最後最後才拆掉 那當然 有可能我們一天到晚 看卡車進進出出的 感覺上 他好像有把廢棄物運出去 可是事實上 我們看到的是 當有可能 這個 最後一層 那他 有可能工程接近尾聲的時候 我們合理的懷疑 他並沒有把那些東西運出去 他就就地掩埋 那他到底有沒有把那個地基 整個都把它挖 挖乾淨呢 我們為什麼會這麼要求 你想 當你把那個 這個草的棕子把它孵上去 草長出來 你以為下面就是泥土了 你以為從此就漂漂亮亮了 沒有 你再來看那個基地 那個比較靠那邊 比較靠邊邊的幾個地方 草都一直長不出來 為什麼 是草子沒有灑過去嗎 不是 就是因為那個土是有問題的 它就是 那一些東西它就是舊地 它根本就沒有運走 所以那個是廢棄物 然後上面就給你把那個一些土 就把它跟那些廢棄物 就把它給拍石拍石 那所以 就是你就看到那一些東西在那裡 然後甚至那時候還有跟科長講 它還破壞了旁邊的那個 紅磚人行道 然後再把那一些它當時沒有運走的那些廢棄物 再把它挖到那個人行道那邊去就地埋下去 那當然也是反映之後 然後就看到它在拿新的紅磚 再把那個被它破壞的人行道 再給它破壞 這個就是 對所謂的驗手標準到底是什麼 這個我覺得上次 既然這一點事情就過了 那當然我相信經過我們反映之後 獨法瑜這邊有做相關的一些補救 可是再怎麼樣補救 那這次可不可以就事先預防 不要再讓這樣的事情再重演 那這也是我們剛剛一直重複 為什麼問了這麼多 就是我們很想要聽到你們這部分講的 再仔細一點 你們用什麼樣的標準來決定 好那今天的這一個 鑽刊 為什麼當然這相當專業的還有關於看讀 那這也是接下來下一個我想要詢問的就是 剛剛一直有講到說這個 其實就是對我們來說 你想今天這位專業的技師 那他今天承諾了這個承包案 這個當然就是大家會心裡會有一個福利 我今天 我如果今天我是場商 那我為了要過關 我之後我想要透過你們的驗收 那我會不會去揣摩你們的上意 那這個揣摩的結果 雖然你們可能本意不是如此 可是那當然他也會說 啊我掛保證 我不會自毀我的專業前程 可是我們剛剛也看到了 其實這位技師他承諾非常多的 公家機關的表案 可見在這部分 一方面 字面來說 架輕就熟 那另外一個層面來說 是不是他非常懂得如何讓自己驗熟 是不是 就是這個我想 我今天是長得非常小人之心 可是 我覺得這些事情就是我們心中最深最深的 那一個疑慮啊 那並不是說我們就擔心會全人間裁判 讓我們知道說 剛剛一直掛保證說 那就請大家找專業的嘛 那你們推薦誰 我就請他判讀 可是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沒錯他會做紀錄 紀錄如果沒有公正的第三方 有同時有一個camera 24小時就是一直盯著 有另外一個不同的sauce 不同的一個立場 就來一起做這樣的一個紀錄的時候 那好他今天所呈現的任何東西 他今天只要他想要呈現什麼 說實在的 他出來的報告絕對就可以呈現什麼 今天就算十萬個專業的人來看 都會得到一樣的判讀結果 好那今天再講到判讀 就是其實這個東西 有的時候他會落入一個模糊地帶 就是maybe你可以用一個比較嚴謹的標準 然後說這個這樣太破碎了 這樣不行不行這樣好危險喔 可是maybe在這個一定的模糊空間裡面 這個其實在統計學上都是有嘛 當你把一個什麼可信在區間 你把它怎麼樣怎麼樣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什麼什麼結果 這些不是我們 這麼不專業的人可以說得出來 那只是說在一個一定的模糊空間裡面 其實他有可能同樣的simple 同樣的一塊地 可是他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結果 就是為什麼我們之前其實我們一直有提出一些的 相關的一些之前的一些報告說 那明明這個專業的這個地址專刊就說這裡是怎麼樣 可是你們就一直回說 喔那經濟部來涵說這裡沒事 就是我們現在擔心的就是這個模糊地帶 那我們為什麼今天一直在這邊鬼打牆 就是因為這樣的疑慮一直沒有被很清楚的 其實我會覺得就算我們這些專業的專有名詞 我們聽不懂 沒關係你試著挑戰我們看看 你就把該說的都說出來 那你們在專業上 就算這些專有名詞 我們第一次聽聽不懂 我們把它拍照下來 我們上網回去Google 我們怎麼樣也想在馬上自己看懂 那問題就是沒講 那我們很怕是不是像上次那樣 沒講糊塗糊塗就過去了 然後我們又度過可怕的幾個月 可是接下來這個事情是影響到我們後代子孫 就是為什麼我們會這麼的沉重 然後對你們來說好像我們怎麼就講不聽 並不是這樣子的 是因為我們一方面也聽不懂 那以上的這幾個問題喔 還有就是剛剛當然 那美理只是一個語句上面的一個牌 編排喔 因為剛剛有提到你其中一個就是說 你們會先做這些的地址專刊 然後你們會寫報告 然後上什麼 核定之後 然後七天內召開說明會 那請問一下什麼叫核定嗎 還是你只是這個言語上面的 用這樣的名詞 那因為我為什麼會這樣怕是說 那難不成你今天 假設你的專業的結果 你就說欸這地方很危險喔 欸結果你居然是 得要經由是否核定後 那你是不是核定後是指 喔你必須要一直改改改改到你說 喔這個地方是可行的 然後你才要跟我們召開說明會 當然我希望我是以小人之心啦 那以上幾點請恢復 謝謝 謝謝 先這樣好吧 因為專業的部分 我想還是由技師這邊來說明清楚 選孔的原則跟判定的基礎 好 好的 chwil